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,从童星成长为当红女演员。 杨子,她的演艺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, 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最终脱颖而出,成为了当红女演员。 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演技和漂亮的外貌,杨子一直备受关注。 她参演的《家有儿女》等剧集非常受欢迎,为她积累了大量的人气和粉丝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杨子的演技也不断提升, 她在《欢乐颂》和《亲爱的翻译官》等剧中的精彩表现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 杨子的演技真的很出色,每次看她的戏都让人看不出半点做作。 除了演技出色,杨子的个人魅力也备受关注。 她的清纯形象和活泼可爱的性格深受大家喜爱。 不仅如此,杨子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,多次参与慈善活动,展现出了她的善良与爱心。 作为一个当红女演员,杨子的感情生活自然备受关注。 近来,她与电视剧《陈情令》的男主角肖战被传出绯闻,引发了广大粉丝的热议。 虽然两人都没有正式公布恋情,但杨子在接受采访时多次透露肖战对她的特殊关心。 让人不禁猜测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超越了普通朋友。 她总是默默地给我力量和支持,我们之间的默契让我感到温暖。 除了与肖战传出绯闻,在之前的综艺节目中,杨子也曾和山寨小盟主的男嘉宾张艺山互动频繁。 两人的默契和互动引发了观众们的猜测和期待。 杨子在娱乐圈的发展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,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一路走来。 无论是演技还是形象,杨子都在不断进步和突破自己。 她的多部热播剧集都展现出了她的实力和才华,也为她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同时,杨子也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塑造。 她时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。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经历。 她直率又真实的态度让人们更加喜欢她。 也让她与观众之间建立了更深的连接。 杨子不仅演技出众,形象也非常亲民,希望她能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。 总的来说,杨子的成长精力和努力让她从一个童星成长为了当红女演员。 她的实力演技和可爱形象成为了她的最大优势,也为她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粉丝和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